今天大家都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不仅是这件事本身 教师培训的课程当然大家是会关注的 但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整个脈絡来看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看到教育局在多个问题上 一直是针对着教师 一直是用各种的方式来处理 我们说全方位多层次去处理教师的问题 教师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觉得教师跟过去没有分别 但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教育局是一个异常的举动 是非常之多非常频密 在昨天我们才看到刚刚出了风 是措辞非常之强硬的信件 同时间我们也看到这个通告出来之后 就对教师的培训课程有一些新的做法 这些全新的做法令到我们非常之紧张 因为当中有一些之前并没有这样的安排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我们是紧张的 第一就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培训的课程本来是由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提出来的 然后教育局就说它根据这个专责小组提的报告 就是去制定这个具体的课程 但是这个课程有两点 第一 有一部分的课程主要是一些核心的部分 以及是必修的部分 是教育局自己去提供 这个在专责小组里头并不是这样说的 过去也不是这样做的 为什么教育局要去包揽这个课程的核心部分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有一些内容也都增加了 我们说这些增加了会不会是一些潜见来的 内容就是有关国家及国际教育发展这部分 本来这些课程的增加减少 或者它有一些新的做法 有一个合理的讨论的过程的话 我们未必说 就是各样东西都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但是放在现在的情况 我相信大家都会警觉性是会提高 再加上这个过程是不明不白 为什么无端端教育局没有角色的 会有一个包揽的一种情况呢 所以我们希望教育局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一个清楚的解释 整个过程其实也应该进行好的资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